大家好,我是小曼 我是小曼 韩韩明天就报名了 学校要求报名的时候 需要带核酸检测证明的 所以现在带韩韩去测个核酸 韩韩学校还挺好的 说是可以在学校测核酸是免费的 也可以自己在外面测 但是自己在外面测是需要自费的 哇,这么多人 都是等着做核酸的 这有一个核酸检测厅 哇,这么多人 这是自费的 做一次三四块钱 都是快开学的学生 在那测核酸 你们学校可以在学校做 和韩学校是免费做的 统一组织 可以进了,牛海 可以进了,你进去 你走那边进去 你找到是那二维码 门口都是送孩子进去测核酸的 这测核酸是自费的 测一次是黄产三女 单产是书女 终于出来了 等了四十多分钟 现在测完核酸了 晚上结果就能出来 刚好明天报名的时候 可以打印结果 这有一个书店 我打印一下体温表 明天报名的时候 要交给老师 打印的这个 都卖完菜了 这还这么多排队测核酸的 开座了 我帮我妈打个电话 我拿过来吃米香 妈 妈 我做米香啊,你拿去不? 我吃不? 我吃不? 你吃啥呢? 你爸做了,我拆花了 哦,我拿去 你吃不? 我不吃 好了 你拿去吗? 啥? 他又拿去吗? 吃了 我拆花了 不吃了,不吃了 我拿去拿 我吃 对 切点豆腐皮 先炸个豆干 今天是咱第一次做麻辣米线吧 之前都没做过 先做一个油泼辣子 凉锅凉油里面放入这些调料 洋葱,香菜,桂皮之类的 好了,哇,这个油好香 再把油加热 灌了 现在关火 等油凉了 那你也把油烧到50度 你泼就行了 肯定不一样啊 嗯 嗯 嗯 可以,可以 红眼前面 现在炒一个肉酱 刚好拿开炸的那个油 炒点豆瓣酱和火锅酱 炒 那买个橡皮马上开学了 嗯 你看我打印这些东西 还有给他买一些铅笔橡皮多少钱 多少钱 我以为七八块钱 十八块钱 前一段时间这个雪糕不是很贵吗 嗯 叫我什么时间 刺膏 刺客雪糕 哦 我看今天现在不是出了个刺客玩具 哦 到了开学 开学的时候 这些玩具难道不涨掉了 我刚才没有提 什么刺客雪糕 你也是水了 刺客玩具 准备好了 先把米线一煮就行了 放点花椒粉 还有胡椒粉 不然呢 刚才炒的这个肉酱 油泼辣子 水开煮米线啦 烫一下豆皮海淡 太少了 才这一口 够了够了 加点葱花 香菜 可以吧味道 嗯 看着色泽 从外面的一模一样 什么东西 是三鲜的 什么东西这么难过 放什么调料 怎么这么不好吃 你搅拌一下 我没给你搅 这能来个菜活一吃就没了 我晚上给你去拿 嗯 汤好喝 嗯 三鲜米线咋要 可以哈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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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嗯 三鲜米线咋 没有麻辣的香 你给我来点麻辣 早上 9点多 在汉去小厚厨喝饭 咱们那个核酸亭 天上都没人测 你知道吗 我还得对拍了 觉得有100多米 刚好明天早上 把那个核酸检测报告一打印 再拿一个那个体温检测表 拿两张表 都交给老师 彻底开学 每年开学 都要测这个核酸 我记得今年三月份开学的时候 谁也说要拿那个核酸 48小时检测报告 然后就有几个老师在学校门口检查了 没有带那个核酸报告 就指质报告的 不让你进了 嗯 然后你就刷这儿出来 那你就把那个核打印出来 然后妈妈给你送到学校 带回来 一会儿爸爸赶紧给你一打印 结果还没出来呢 找张字了晚上才出结果 都忘了 晚上我记得赶紧给你一打印 不然你明天可上不了学的 老师刚发了通知 说是因为疫情 明天报名的时候 只是学生进学 家长在学校门口等 然后在门口要查核酸 查进去 无以偿方可入校入班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来 那 你还把墨送过来 哈哈 来 那给你也小米香 那我吃了 米香快要再弄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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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 吃了 海鸡 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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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挖不敢动 挖挖子炸掉了 突然算了算你别动 全脚炸了 笑我一下 你会吓得吵吗 哎呦 挖算是凉了 爸爸都没想到一直这样 每次都是抬过的 哎呦 挖了真凉的东西 又不是成年转